我成長期間在大浪村受小學教育 我本身是漁民出身的 是香港漁民護助社的副會長 我是西貢商會的主席 我是土生土長的西貢人 My name is Yvonne Sadovy I'm a marine biologist 我是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的海洋保育副總監 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的漁船有近萬艘的漁船 到目前為止 香港的船裡只剩下三四千艘 可能與環境轉變有關係 一個是漁液的資源一直減少 現在游人這麼多進來西貢 是給了機會我們去賺他的錢 但是當然在很多地方上 有些你說破壞也好 多多少少都有 The reason for hav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s it helps to conserve the habitat so the places that these animals actually depend on it helps to sustain breeding populations it helps to protect nursery areas and spawning areas 現時的海岸保護區 或者是政府已經承諾的保護區 其實只會佔香港大約5%的水域 我們覺得是不足夠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保護區 它都未必可以覆蓋到 我們一些重要的生態民景地 例如一些白海豚他們的活動走廊 或者是一些海龜的會產卵場所 有這個海洋保護區當然是好事 不是禁止所有人不去 就應該去到那個地方是眼看守蜜洞 才可以保育到那些蜜種 在做這個保育區或這個保育區之前 我個人的意見最好跟一些 仍在漁民方面他們是生活的 是怎樣運作的 跟他們商討 去界定哪些適合的區域 地方去畫一些保育區 我覺得是好的 在政府沿著裡面是 雪立保護區希望能夠 增加一些海洋資源 甚至增加一些魚資源 裡面是為漁民去著想的 但就說 往往一些漁民就反問 我不進去保留 你政府能不能夠保證到 一些非法的保留裡面 不在裡面打了一些非法保留 我們有很多的漁民 所以沒有漁民 包括在現時的漁民 也包括在現時的漁民 沒有管理 我們也需要有漁民 讓我們保護 嚇壞魚和蜜蜜種類 我們沒有 我們做海岸保護區的管理 亦有很多種 例如我們可以共同管理 和當地的社區漁民 去發展一些生態旅遊 其實除了可以帶給他們 這些社會經濟上的得益之外 我們也可以保護那裡的蜜種 讓他們也可以優生養殖 在共同管理這個概念 從我個人去看 是應該可行的 因為第一 我們漁民每天出海的時候 都是在面對海洋的生態環境 甚至一些海面的情況 他們都掌握得很清楚 甚至一些非法的暴鬧 出活時間地點 他們都會掌握得很清楚 漁民能夠參與共同管理的話 因為他參與共同管理 他們對漁民本身的利益 推動了他們的慘 香港三面環海 我們很多時都會用到海洋資源 如果我們不去好好保護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健康狀態 或者民眾數量 其實一定會一直下降 特別是我們現在都面對很多不同的 發展的威脅 或者一些人為活動的威脅 我們需要更多的地方 保護他們 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地方 讓他們有更加有效的方法 我一生都希望能夠 盡我自己的勉力 勸易一些人不要破壞他 讓他繼續生長 這是對我的村子一件好事 我去看見 我去看見 我跟班上 許多都在退 這次的吿捷 我們現在的婚禮 我們在天啊 我們在一起去看見 我們去就在一起